好像您还有一些小视频是吗 我好拍就视频 来记录一下日常生活 你花钱也太费了 明天咱俩挨一队吧 咋的 那一次你自己挣钱自己花 我在家义务奉献还得到当 你在外面快活潇洒 我在家熬成老干吗 我是缺儿子还是缺子的吗 别老说我除气能干啥 现在保姆一个月都一万了 想着钱不比你容易啊 为啥在你这委屈求全呢 我娶你干啥的 你娶媳妇 是让你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 去呵护他 照顾他 不是娶回来给你当妈 我也没你这样的儿子 哎呦 这儿子 哎呦 您这还有点像那种 搞笑视频是吧 而且有自己的主张的那种 不是您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那个特别的洒那种 是吧 娶媳妇不是给你当妈什么的 这是逮口羊啊 那您今天坐这儿 看起来好像很文静的样子 所以拍一些小视频 不会 我不会 不会 那要播什么 我也没学 那平时看吗 这种小视频 我也不看 有粉丝吗 有 有多少粉丝 有1000多不到2000吧了 火山上 哦 您其实性格 还是有一些这个 比较直率啊 或者说干就干啊 这种状态 是吧 也是 哦 那这个是和前夫离婚了 所以不想在那个城市待着 是 这怎么回事啊 他会文艺吧 会拉糊糊 爱文艺 对 因为女的又喜欢她的 哦 情感出了问题 这种婚姻真的守不住 别人知道 别人带婚儿都不在家 那哪年离的婚啊 离了又17年了嘛 那你这都离婚16、17年了 上心啊 还上心呢 都17年了 92年都分居了 那您这不是守活寡吗 看着孩子嘛 孩子没有妈不行 我现在我有点后悔 后悔 后悔什么呀 后悔我 后悔给家带了这么多年 我关孩子什么的 我没找家 我现在岁数大了 不好找了 那也不一定啊 那像您这个年轻段 单身的男士也挺多的 就觉得他对婚姻的认知 他不是还是在前一辈子人的认知上 他没有充敬那么多爱情美好的东西 他充敬的只是结婚生孩子 完了不让孩子有个幸福家子 那就是一个他认为的幸福 有了我一幸福送他们啊 有人说 也有人跟您说 嗯 有人跟农村住的我不去 农村还不想去 嗯 我在县城住了好几十年了 我农村出来了 我在给农村去了 太丢人了 我想 你在农村如果过得开开心心的 没人笑话您 您在城市里过得如果不愉快 别人真要嘀咕 也会说 你看他奔刀枝去了 没过好吧 这事儿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这人就是那儿 有人说这人都不错 人不理想的太多 有的人呢 就这人哥不太好 至少您现在觉得 过得还不愉快 很忧郁 我们就可以接受自己不开心啊 不一定非要笑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您能走出来 来北京 能来到我们的舞台 我都想给您鼓鼓掌 您真的走出来了 真的有可能 遇到幸福的 这也行啊 我都把头脖子比我太高 高不了 我说不高 我在人家是丑的人 之前你的人生太多 都是忍气吞声过的 所以真的是活给别人看 所以其实更多时候 现在到这个年龄 反而真的是活你自己内在 真实的幸福 不是活面子 是活里子 我都想给您看 很大的 小小小小 感谢观看